工人烈日下赶工 北台湾建案不斷出籠 根据统计 2018年上半年 新陈屋预售屋推案量 就达到5600多亿 比2017年同期暴增超过1600亿元 增幅将近四全 如果照这样下去 全年推案量可能突破一兆 创史上第三高 今年来房市的买气 是有明显的好转 不管是中古或者是新建案市场 成交量都比去年来的增加 可是因为这样激励了 建商的推案新兴 所以建案源源不断的冲出来 从地区来看 新北推案量最多 包括板桥汐渠土城新庄 推案量都超过200亿元 台北市也增加了44% 主要集中在大安 中正 北投 内湖和文山 另外桃园 基隆 也都有1.3倍的成长 主要都是因为让利换来的 如果建商不再让利以后 其实销售的状况就会停顿 可是现在的销售率是只有3到4成多 也就是说一年推一兆的话 可能有6000多亿卖不掉 也就是说若年销量未突破5成 庞大供给量恐怕会成为卖压 而且展望下半年房市还有变因 选举来到买方趋向保守 也为房市投下不确定因素 专家还忧心下半年央行 可能会启动升息 他的房贷压力势必会变得更大这样子 那也相对的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因素导致目前法派市场上面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些断头物件出现 空屋剩余量体大 余屋去化速度减缓 建商如果抢在选举前加速推案 恐怕还会进一步加大卖压 挤压房价 东三层新闻 丁律无聪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